大家好 我叫龙瑞昕 今年26岁 来自北京 龙瑞昕 欢迎你 孟爷爷好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24位女生对龙瑞昕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大家 唐婷灭灯的原因是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你挺不错的 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你走出来的时候一开场 其实我比较喜欢那种文质彬彬的男生 但是你走出来 我感觉有点像社团大哥 或者二哥的那种感觉 就把我吓到了 我觉得你有点凶 吓到我了 我也特别紧张了 不好意思啊 他其实是因为紧张才这样的 我能绝出来 他一直刚才不知道手放哪儿合适 你放松 对对 请你放松点 放松点 放松点 不要说 你看笑起来多好 他刚才一直板着脸 主持人也不知道手放哪儿 所以组织上发了一个东西拿着 我想问一下 那唐平说的那个齐楚燕有这种感觉吗 我有 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说 他确实有那种黑社会大哥的发 他晒黑的 就是我不喜欢黑社会大哥的那种 看第一条片子 容瑞欣 我真的喜欢你好久了 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 家人眼中的乖孩子 别人眼中的男神 而我始终不想让你从别人眼中认识我 只想写一封自己眼中的紫白书 现在的我是有着令人羡慕的种种 四岁跟着父母去日本 十三岁转转去美国 二十四岁回国创业 拥有不畏结果而张忧的天赋 能打很好的网球和棒球 现在在全球最大的 移动士兵广告公司 是担任中国区负责人 但是这都是别人看到的我 没有看到的是这背后的努力和艰辛 从小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考试必须得考第一 考了第二名我就难过 每天在球场上练七到八小时 从高中开始我就自己挣决费和生活费 在最艰苦的时候 我曾经也在车里住过半年 为了创业 我背负了十几万美金的债务 独自回国打拼 在我的人生中 我有一直坚信 Don't tell me it's impossible Tell me it's never been done before 我也想让你知道 所有人都可以成为男神 只要你付出足够的努力 容瑞欣 2014年9月20日 给我们说说你手里边拿的这个是 三脚架 这是一个三脚铁 三脚铁 导演他们其实特别优秀 给我拍了这么好的一个VCR 但是其中我就觉得 他们给我拍得太高大上了 但是我自为觉得我其实挺二的 所以你要把自己作一下 对 好 我们明白 那你就是展示一下 表演一下 行 行 我想唱一首歌 然后也配着这个 好嘞 来 我们欢迎 I love all this time True as it can be 我觉得要不然就别唱了 我觉得有这个没这个有什么区别 唱一句 当 我刚才还有这样来着好不好 对啊 这个是他的制造的笑点 对 我觉得 你直接来那段叮叮光光撞的呗 对 其实这不是为了受我的什么才能 就是为了看就我有这种的 为大家快乐的一个娱乐的精神 他能豁得出去 那下面你们就应该准备那个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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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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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把这个玩得受理好 6号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男生 你知道就是小奴隶 如果你的父母知道 你的女朋友是外国人的 他们会怎么想的 会不会反对 我觉得不会的 因为其实我是北京出生了 但是我在国外生活了20多年 现在我父母也在美国加州生活 所以这其实应该挺开放的 非常国际化的家庭 所以绝对没有 你受到这个问题 张萌 男嘉宾 我刚刚看到你在VCR里面 讲说在车里生活了半年 然后我就想知道 您在车里是怎么生活了半年 比如说您的衣服啊 然后洗澡啊那些的生活上面的 怎么 怎么 怎么生活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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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一样子的 那时候我是在大学嘛 我是在那个 我是网球队来着 然后网球队呢有一个优点就是 我们有就是那个健身房的一个 就免费可以上去那个健身房学校的 然后健身房有洗澡的 对吧 嗯 然后我会在车后箱里会放好多衣服 然后我在健身房洗澡 洗完澡我把衣服洗好了 我每天在健身房换衣服 四号 你说你父母还在加州是吧 对 然后你当时为什么回来呢 为什么没有留在美国呢 是这样子的 我是我毕业之后 我在美国工作了几年 但是那时候吃中呢就是 经常出差回北京 然后当时我看到国内的就是发展 然后我自己看到这个机会 然后我觉得其实中国可以的 中国现在市场非常不错 我也觉得 我想回国在这边好好努力的那个创业 我特别能理解啊 有好多人都问我 我为什么选择生活在中国 我也觉得我很赞同你的看法 谢谢 谢谢 看下一条片子 男神不一定会遇到女神 而我也不会喜欢傻傻的灰姑娘 对于你 我只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男朋友 对你讲一段我的往事 我谈过三次恋爱 印象最深的是上一段 那时候我刚来了北京 因为美食而认识了她 聊得非常投远 能一直聊90个小时 那时候她刚找到了新工作 我们度过了非常难忘的十天热门期 每天都又会有聊完的话题 之后她全世界飞来飞去 我每个月都会给她写亲笔信 每封信我多要查字典 写四五个小时 但是也多觉得容易 也经常在社交网络上 晒我们各种角度的情侣照片 秀恩爱 引来无数人点赞 第一地让她缺乏安全感 每次见面她总喜欢翻我的手机 最后因为经常吵架 特别香港情侣而丰富的 这就是我的过去 而现在我在等你 我希望的你是独立的 跟我在一起不是因为你需要我 而是因为你会很开心 I don't want you to need me But I want you to want me 容瑞欣 2014年9月20日 10号 我看到你的情感经历就是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这样 我觉得挺不错的 可以啊 但是我呢有一点洁癖 然后脾气还不是特别好 你可以接受吗 不好到什么程度说来听听呢 就是因为我工作的年纪 如果有一些压力啊 我会标志性的我烧东西 摔东西你能接受吗 但是我敢保证 我敢保证我不打你 我不往你身边摔 但是我会摔一些东西 你没事吧 烧一些东西还是最好不要 这个有一个安全问题 像你这样播出了之后 没人愿意跟你做邻居 你一不痛快了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 烧东西在这儿 嗯 烧头你是还念念有词呢 我家里有点迷回事 他以下流了 吴伟 男嘉宾我想问一下你前女友喜欢翻你的手机 我可以解释成有两种可能 你觉得是哪一种 第一种因为你们是异地恋嘛 他跟你长时间没有待在一起 没有共同的朋友没有共同的话题 他可能就是想小作一下 看看你的手机里有没有什么 可以让他撒一下娇的东西 第二个就是你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你觉得呢 说实话了吧不是第一个 是第二个 因为是这样子的 我们刚见面就十天他就搬走了 对吧 你们就认识十天就异地恋了 对 因为我跟他认识第一天头天 我就知道我已经爱上他了 一见钟情 对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我就没办法对吧 但是他的前男友没有足够给他这个安全感 然后呢我也跟他就是没有好机会把这个 就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安全感没见起来 对吧 王海真 你的表情好古怪 没有啊 我 你在那默默地一个人一点声音都没有的鼓掌 我 我挺喜欢他的 因为他的思想其实还蛮西化的 因为20年自己在国外那个 然后也挺独立的 那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 以及想问你给那个前女友写那个信 能写四五个小时都写些什么 他写四五个小时应该中文不够好 他要查字典 对 就是每次我就必须得查字典 然后查完了我现在得先得拿拼音打出来 打出来在电脑打出来之后 我才拿笔写对吧 很用心 有没有写过什么很肉麻的话 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种意识 我觉得他写得不够好啊 他要是写得很好的话 那他的女朋友也就有安全感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再有异地恋 这是什么逻辑啊 就是信写得不够好没有安全感 这是什么逻辑啊 看下一条 他一方面喜欢传统的家庭观念的女孩 但同时他又喜欢性感的和漂亮的 瑞在工作上非常专心和非常努力 但是他下班以后不会让工作骚扰他 所以要是女嘉宾跟他一起的话 他一定会平衡好工作和爱情 他会很多的运动 会网球 棒球 高尔夫还会空手道 我觉得女嘉宾和他在一起的话 会非常有安全感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有请5号 6号 我们现在来看容瑞欣的心动女生 是哪一位 最近 最近是怎么回事 今天 今天是我的幸运日 第三次了 真的是 第三次 就是我们连着两场的第三次出现 心动女生最后留灯到这一步 这个真是 来 看大屏 我们看一下兴趣爱好吗 5号 喜欢跳爵士和街舞 喜欢服装搭配喜欢放松 喜欢放松式的旅游 去了中国很多地方有点小洁癖 不喜欢外人用自己东西 包括拖鞋和毛巾 6号 爱好肚皮舞 排球会一点太极善 喜欢旅游去过中国很多地方 小怪屁是喜欢大声放音乐 我要跟你讲一下 6号的姑娘夫他是俄罗斯人 他参加我们节目的录制 是从俄罗斯专门飞过来 我是特意为了参加这个节目 从俄罗斯飞到北京 然后呢 我从伊尔库斯克 你听过这个地方吗 那边特别冷 知道吗 我还没听过这个地方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带我去 好的 我们还要把程序走完 你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位 问两位 对对对对 其实这可能有点远 但是呢 我就想听一听 我们要在一起之后 然后结婚了 你们考虑生孩子想要几个呢 我觉得先从一个孩子开始 然后看看吧 他说什么 他要先从一个孩子开始 然后慢慢看 那肯定要先从第一个开始 对 是 是 是 你不能三个四个一块生 概率 概率不大 概率不大 我觉得如果第一个是男孩的话 就生一个吧 然后我还想说男嘉宾 我也是北增的 就是其实你不行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从出来一直到现在 我对你都挺不爽的 因为你长得太像我前男友 不好意思 你跟你前男友最后分手的时候 特别是平静的还是很不愉快的 很不愉快的 你所以看着她像 准备再自虐一遍 对 我想把那种惊人发让在她身上 结果没成功 希望女朋友是她 我算了吧 这样看起来选择也就很简单了 好吧 做决定吧 直接过去 好 谢谢 我刚才下台之前已经看到女嘉宾跳舞了 然后我就知道我会喜欢她 然后现在特别特别激动 我今天给男嘉宾一次六等 因为她在国外待了很长时间 所以我觉得她和是有一个外国的女朋友 如果你来到伊尔库斯克 我已经要带你去看美丽的贝加尔湖 那我在贝加尔湖找你了 好的 拜拜 有点那个金铜玉影的感觉是吧 你看音乐这么大 你们在那儿窃窃私语 我们一句都听不见 你看我为什么不讲话 等她们下去这段音乐完整地落了之后 我们再说话 你看刚才看 忍不住 忍不住是吧 我们就说 你看看她们俩背影走 说也挺配的